报告 进来吧 楚座 这件事干得不错 谢楚座夸奖 继续监视他 赵重光就是黑市买卖的主谋 不过天朝也有参与 他应该有别的目的吧 我会查清楚的 下去吧 是 报告 请 进来 乔法长到了 让他进来 你把门给我看住了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我 是 怎么了 仓库 你的仓库是不是被查封了 怎么可能呢 不对吧 我们运私货的事 徐银初已经知道了 你心里要有数 做黑事的不止我们一家 紧张什么 听着 我看这件事还是到此为止 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这也是没办法 非强时期 我也不能跟徐银初闹翻了啊 就算他不提这件事 也做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 时局不妙啊 老弟 跟我来 简直是一群饭桶 锦州 锦州已经和外界中断了所有的联系 范汉杰 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 廖司令长官的辽西兵团 被堵载了张武和新民一带 已经整整三天了 分不未尽哪 廖要想正催着韦总司令 要援兵呢 那 魏司令是怎么决定的 他怎么决定 我就不管了 我只求他 别让我带援兵上去 就谢天谢地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就在昨天 共党的间谍潜入了我的家 差点把城防图给偷了 什么 这胆子也太大了 你还别不信 幸亏我提前把城防图 转移到了角总地下室 要不然呢 魏总司令非把我毙了不可 你觉得在角总的地下室 就安全了吗 放心吧 这回没事了 要进去啊 必须两把钥匙 我一把徐晕初一把 这就万无一失了 这钥匙得随身带啊 要不然实在是不安全 我这个司令啊 就是一仓库保管员 来 上兄 天朝回来了 买点去了 给我老娘买把撒起码 他是奇人 专门爱吃这口 明天你也别上班了 反正处罪也不在 在家陪陪老娘 出所去趟北平 或许明天又飞回来了 去北平 还是那件事吧 你知道啊 一点点 不如到我家一块吃一口 我这空手去不合适吧 跟我还来这一套 择日子不如撞日子 走吧 我老娘的手艺棒极了 你要不尝一口 那得遗憾 知道吧 对 一个人喝没意思 我就不喝酒 不喝在那儿放着 来来来 尝尝大娘做鲤鱼 好好好 来 吃菜 来 自己来大娘 我自己来 自己来 来来来 多吃菜 多吃菜啊 那有个汤呢 我去取得去啊 多吃点啊 多吃点 伯母 不用太麻烦了啊 老乔啊 你先吃着啊 我薄了 这就没吃几口 怎么就薄了呢 嫂子 别管他 吃咱们的 怎么了 为南下的事 跟我闹别了呢 这不 贡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 他害怕 想回天津老家 这可不好办 是啊 这个时候谁不想走 可谁能走得了啊 这老娘们不懂事 出座的家脚都留在这儿了 该也留的都得留下来 我看未必 怎么说 出座这次去北冰 到底什么事 傻兄 这个 不好说就算了 我看哪 是跟这次的善后安排有关 是跟这次的善后安排有关的 你怎么知道的 前天出座跟我谈话 问我北平站旁边那个鲁菜馆 还是不是咱们那边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想去北平 请北平站的头吃饭 也许人家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嘛 对吧 当然 这个日子口飞去北平 绝不是为了吃烤鸭 我还以为你知道的 我只知道一个大战 谢谢 商量 来 我 去北平站 我去北平站 我都走过去 你这个 我哪里 比如说 昨天 出座问我 在沈阳的社会关系 还什么意思 这是在做最后的筛选 别的站的潜伏计划 早就安排好了 唯有咱们站 迟迟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老乔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那名单人会会有你 我 哎呀 我在这儿社会关系太多 抛头露面的 谁不认识我呀 我看不会有我 不过我听到个消息 说是要成立一个特别联络组 我看十有八九会让你当这个组长 兄弟啊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我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 还是要为你难过 就凭你再出座心里的地位 这个组长你不当谁当 这可是提着脑袋干事啊 换了我 有多高的官 高低不干 反正嘛 这种危险的事情总是要留给我的 也 老乔 你也会发牢骚 这可不像你 听天由命吧 来 婆莉 我敬你呗 好啊 来 干 好啊 城防图现在在哪里 在脚总司令部的地下室 要想进去 必须有两把钥匙 一把在徐英初那里 一把在赵重光那里 我们现在 必须先弄清楚大楼内部的地形 告诉天朝 这个我来想办法 大楼内部的图 我会尽快弄到手的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徐英初正在修正她的潜伏计划 她前两天去了趟北平 但是什么用意 我还不清楚 不过 保密局现在内部非常紧张 而且 我跟天朝好像也被监视了 现在 只剩下吴老红那个交通站了 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弄到城防图 直接转交给吴老红 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好 保重 保重 保证 进来吧 朱总 你找我 天朝 金周失手了 这 这 才几天的功夫 没了 几乎是全军覆没 范汉杰也被活捉了 那长春呢 周天成也投降了 你 你想想看 锦州长春已失守 沈阳还保得住吗 一旦 沈阳失守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请问家 放心了 我有办法 那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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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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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